一只美洲虎被一阵敲打声所吸引 因为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出于好奇心 他慢慢地向着声音走去 在距离声音不远处 美洲虎停下了脚步 仔细地观察 因为他也害怕这声音对自己不利 美洲虎定睛观桥 原来是一只卷尾猴 只见卷尾猴正在用石头砸坚果 他的智商相当于人类十岁左右 而美洲虎看得入神 不小心弄出了声音 惊动了卷尾猴 卷尾猴利用自己那灵活的动作 跳上树 然后迅速地跑向岩石上 美洲虎只能在下面傻傻地看着 却无能为力 卷尾猴在岩石上 看着美洲虎没有离开的意思 于是他举起石头就扔了下去 不得不佩服卷尾猴的智商 直到居高临下扔石头去攻击 不仅智商高 这手劲也不小 这么大块石头都能推下去 美洲虎则还在那呆呆地看着 他可能在想这石头为什么会掉下来呢 反应迟顿的美洲虎终于看明白了 原来是卷尾猴在上面搞的鬼 得了 还是赶紧跑吧 突然一会儿非得栽在这只猴子身上 于是美洲虎转身逃跑 卷尾猴通过自己的智商 战胜了美洲虎的猎